刚刚这个代码呢 咱们只是讲了用SotoMath 用TensorFlow这个框架 然后呢来做SotoMath这个分类 然后里面的计算图的这个构建 只是讲了计算图的构建 那在这个地方呢 刚才这里面重点讲这个CrossEntropy 是交叉商 咱们用TensorFlow这两个函数 包括这个参数选择为1 然后它这么去做的 这么去使用这个函数方法的原因 和进行里面的这个 加上这个公式呢 它是不违背的 是完全符合的 那重点讲的这个东西 如果同学们对这一点呢 稍微有一点模糊 或者对这一点呢 稍微有一点这个不熟悉 那需要去首先 想去想明白这个 前面讲的这个知识里面的这个交叉商 以及路律回规则里面的这个内容 那这个地方在理解前就比较容易一些 那咱们如果你这个地方模糊的话 实际上它不影响你咱们对整个计算图的一个构建的一个思路 所以这里面咱们稍微手上把这个思路呢 来总结一下 我们首先在计算构建图的时候 先初始一些值 然后接着呢 有了X 有了W 有了B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我们稍把公式的正向传播 所谓正向传播就是要计算出答案和结果 那这个第二步就是正向传播 计算出答案和结果 就是Y 那我们呢 初始这个这个Y hat呢 下滑线呢 这也是初始部分 初始这个Y 那有了我们的初始的这个Y和正向传播的这个预测结果Y呢 那我们就可以去计算他们之间的一个损失 我们可以计算他们这些损失 然后我们第四步就可以利用优化的算法 比如说这里面选择PoTU赛件 优化的算法呢 来进行什么呢 来进行这个最优点的求解 那这个地方需要多次迭代来执行 所以那这个节点就保留了我们上面 相对来说所有的这个计算图的这个逻辑 所有计算图的逻辑 那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Tree Step去训练我们的模型了 那就可以去训练我们的模型了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出了模型 我们还要进行相对这样的评估啊 所以那整个在构建计算图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往往通常会 继续那顺带手的在训练模型之前 把一些评估啊 想要去做评估的一些个这个图呢 给它顺带手的构建出来 所以再往下 咱们把这两条说完 那这个地方的评估 实际上我们说 我们来看分类的话 主要来看一个东西叫做 ACC啊 当然这个是评估的指标之一啊 咱们说ACC呢 所以说反正就是在所有的样本当中 你分类分正确的是多少个 或者或者分类分正确的个数 除以总的个数 得到一个正确率 一个比例啊 一个比例 那这个就我们先来看问他分对的是多少个 那所谓的分对的 其实就是你的分类号 要和你预测出来的分类号相等 那对于咱们这里面的弯号的编码来说 那其实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 呃 弯号特里面的真实值是 一零零 然后后面再来九个零啊 这是这个得说好五个 然后再来三个十个 然后如果这是我们的真实的这个 呃 歪的话 那这个就代表他的这个数字是零啊 然后呢 一直到这边九 如果你预测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一个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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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那如果你得到的答案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 那说明你是预测对了还是错了呢 预测对了吧 啊 你都把零这个位置说不打一 说明你预测对了 对不对啊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怎样来判断这两个相等呢 那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函数叫做tf.argmax啊 那这个东西很简单啊 这个这个max就是看最大呀 那也就是说看歪里面最大的啊 最大的几个呢 那一个 把v 啊 把歪就是把这个地方相当意思就是把歪里面最大的那一个值给他取出来 然后呢 把歪下滑线里面最大的那一个值给他取出来 然后看看这两个值呢 所对应的什么呢 所对应的这个所以是否一样啊 所所对的所以是否一样啊 那事实上 这个一代表起最大的那一个 然后这个东西返回是什么的返回返回其实所以号 那也就是说我们说 如果这边是我们的真实值歪下滑线这边如果是我们的预测值歪的话啊 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说 你 你真实的 这个最大的那一个因为这里面除了一种零嘛 那最大的就是一所在的这个位置对不对 然后你一所在的位置和这边预算出来一所在的位置一样的话 一口就来判断是否一样那是我一样 那如果一样的话那是否反回就是处啊 如果不一样的话返回是不是就是负责啊 所以那在这个correct prediction里面实际上他就是什么呢 在correct prediction里面实际上他得到就是处或者负责 那叫处负责 那我们可以通过tf.cast 这个cast在什么语言里面 他的意思都是强制转换的意思 就是把我们这里面的结果 强制转换成flow32 那如果这个列项量里面是true 那他就是1.0了 如果是force那他就是0.0了 所以那经过这个cast的转换之后 我们得到一个列项量 那个列项里面要么是1.0 要么就0.0 1.0代表你预算对了 0.0代表预算错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去用一下reduce mean reduce mean什么意思 把这个列项量里面的所有的元素 首先给它进行加核 然后再求一个平均 那这就是reduce mean干的事情 所以最后得到currency就是正确率 没错吧 来到就是正确率 好 那接着我们可以去训练模型 以及评估了 那下面看的事情就是首先出手和变量 那我们首先先来一个session 先来一个session 这个session创建方式很多种 咱们才能聊过 那通过interactive session也能创建 所以我们这里面选择他也行 然后这是干什么事呢 接着tm的global variables initializer 调用这个函数论方法 然后呢去得到什么呢 去得到我们的初始值 那也就是说会把vibals 大家看到这个方法叫global variables 一定出来的 所以他会把vibals进行处置化 谁是vibals呢 谁是vibals呢 让大家看到上面的 w和b是vibals是变量 所以那49行这个地方 我们的48号那就要混化开始 上下文开始 首先支撑逻辑就是把wb负上值 没错吧 那把wb负上值 然后接着 下滑线也锐值1000 这个就下单是这个 负金网在这里面会迭代1000次 迭代1000次 这个地方为什么用下滑线呢 就是因为这个序号咱不要 管他第几次呢 这个序号咱不要 所以这里面呢 在每次迭代的时候干什么事情呢 呃这个很有意思 买mst这个是我们前面的数据集 点去 是把里面训练集拿出来 nextbatch 这个方法很有意思 这个方法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方法意思就是说从训练集里面 取100条 如果是nextbatch的话 那也就是从头开始取前面100条 好啊 那取完这100条数据之后 取完这100条数据之后 训练集里面有什么呢 训练集里面有100条数据的x 那就负给batchxs 有100条数里面的y 那他负给这里面的batch下滑线ys 啊 然后呢 这个下面进行迭代 迭代完之后 下一次的时候又进入复旧环 下一次执行这段的时候 那这个nextbatch 他的意思就是说再把下一个100条数据取出来 难道解吧 咱们下一个100条数据取出来啊 那每在这取100条数据 把这个数据付给谁呢 因为咱们前面把什么呀 因为咱们前面把这个x 站位幅占个位置 然后这个叫y呢 不是y下滑线的你也占个位置 所以呢 未来我们要去使用x和y下滑线的时候 你就得先把这个 占位置这个空地方这个坑上 你拿铁上对不对 啊 所以呢 像我们刚才是你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的bash x bash y 实际上通过这个前面咱们讲的费的 dict传进来传给谁呢 传给training staff整个的一个计算图 这个trainings type计算图 刚才我讲过了 是整体这一大图 付给了这个trainstaff 对不对啊 那他要去计算trainstaff 他得追溯一下 cross entropy 他得追溯一下里面的Y和Y下滑线 那Y下滑线 通过刚才费的dict 已经传的来了 那Y呢 Y他得追溯一下 X和W 那W得追溯SW和B 那WB刚才在创建变量的时候 变量处置化的时候已经有值了 所以他要追溯RXX呢 那我们通过费的dict 实际上已经把数据传给他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该有数据都有了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就不会报错 就会来进行执行 那session run run一次的时候 实际上就意味着你的TN下降 往前走了一步 那这个迭代一千次 就意味着这个地方会run一千次 那这个TN下降就会下降一千次 然后下面这两个print是啥意思呢 下面这两个print 大家可以看到是 调用的是 accuracy.evil 那也就是我们来每次迭代的时候 来评估一下这个准确率 然后通过这个Person的这个字图上拼接 把准确率打印出来 那这里面评估准确率的时候 需要什么东西呢 你需要什么 就把它通过字典传给他什么 那这里面需要什么呢 实际上你可以追溯一下这个代码 accuracy 你要想计算他 他你需要 cross predict 你如果要去计算cross predict 你得需要Y和Y下滑线 那Y下滑线是不是你得传呀 所以这个地方传了一个Y下滑线 那你要去计算这个cross predict 你还需要Y呢 那Y你需要什么呢 Y你就得需要XW和B 那WB是变量 在三十个画里面一直持有的 所以WB不用传 因为它是变量 他们是一直持有着当前的状态的数据的 X你得给他传 因为它只是一个发空 只是一个空 所以这个地方 你要去评估currency 你得去传什么呢 传X传Y下滑线 那咱们这个地方传X传的是 训练的时候 所用到的这一批次的这100条数据的X和100条数据的Y下滑线 评估的时候也是传的是这100条数据的X和Y 所以那这个地方评估出来的准确率 是什么准确率 或者换句话说 咱们第53行这个地方打印出来准确率是什么 是什么准确率呢 是你这100条训练集 你这个模型的一个准确率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针对这100条数据集 你的模型准确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咱们这里面呢 这个数据集呢 他还留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的 Validation 那一招我们可以通过 买MST 这个数据集点Validation 把它验证集一个拿过来 你可以原因不断的把验证集拿过来 然后把验证集的X和验证集的Y分开 分别当做X和Y下滑线 传给你的currency这个节点 让它去进行计算 让它调一下EVO 它就可以给你怎么着 计算它的这个值 然后打印输出 那在这两行的意思就是说 总结一下就是说一句话 在每次T度下降的时候 每T度下降一步 我们都把这100条数据 拿过来评估一下这100条数据 跟模型的一个准确率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再来评估一下什么呢 用这100条数据 虚拟中的模型对验证集的准确率是什么样子的 对验证集的准确率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春三的败水 这个ACC用的是100条数据 这个Validation ACC用的是5000条数据 咱们前面说了验证你才5000条数据 所以这个地方是5000条数据 那整个这个1000次的这个混均环跑完之后 最后再用到我们的测试机 最后再用到我们测试机 测试机用什么呢 依止对推取一反三 currency这个地方 你也需要去传入X和Y下滑线 那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传的是测试机的数据 传的是测试机的数据 也就是在我们模型最后迭代1000次得到 1000次之后的模型的自由解之后呢 我们去用一下测试机评估测试机是多少条数据呢 这个我在前面给他们写过 测试机是1万条数据 测试机是1万条数据 那我们再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这55000条数据 这55000条数据 他用了多少条的同学们 这55000条数据他用了多少条呢 能算出来吗 能不能算出来 这55000条新链级数据他用了多少条 你这个地方迭代是1000次 每次迭代的时候有多少条数据 100条数据吧 那你这个地方你总共他俩一成是多少多少数据 谁敢往1万 10万大同学们 哎 什么10万啊 啊 那你总共训练机有多少条数据 5万 5000条数据吧 也就是说 事实上咱们这个训练机几乎用了两遍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这个这个数据 让他学了 接近两轮 能理解吗 让他学了接近两轮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 在每次学习的时候 啊 在每一批次就是在每次迭代用这100张数据 去学习的时候 然后立刻来看一下他学习的效果怎么样 那你用一下这个歪例的赛特 来评估一下这模型 此时此刻 迭代过当中的准确率 然后在所有的迭代完了之后 这近乎两轮 5万5千条数据 近乎两轮 跑完之后 我们再用这个最后的1万条数据 再来测试一下这个模型的效果 好还是坏 有特别说 老师这个数据 咱们来学近乎两轮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 你想一下 你小学说背唐诗 你小学说背唐诗 你就你把那本唐诗三百首 你背一遍 书不如看两遍背两遍清楚 你背十遍是不记得更重重 所以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我们当然说这个迭代词越多 你这个数据学的轮次越多 你当然是什么呢 当然是这个记忆更深刻 对不对 记忆更深刻 会不会错你了 好 那他就会不会错你了 现在这样 是有养非常弱的吗 嗯 有可能 有可能 对没错 有可能 就是说 你训练的越多 那是要就像人一样 你这唐诗三百首 你背的越多 那实际上很有可能 你就是 你的整个 整个证划诗以后 这个这个写文章的时候 都是这个 唐诗三百首的感觉 因为这个意义上特别深了 对不对 所以那就是 刚刚说的过你课 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那 我也没有学那么多次 也没有学那么多次 那当然过不过你课 你怎么看出来呢 过不过你课 怎么看出来 无非就 对没错 无非就你俩这个地方 再加大 让他轮次变得更多 学的轮次变得更多 然后你去看准确率有没有提升 如果准确率没有提升 反而什么呢 如果你这边验证准确率没有提升 反而你测试级准确率有所再降 那就真的过你课了 如果你这边学的轮次再多 你测试级 还是有所增长 就是测试级准确率还是有所增长 如果 涨得不多了 那说明就到极限了 但没有过你课 明白吧 那这个就是嗯这个地方 那这里面呢 嗯 我们先把这个的代码先运行起来 当然他这个地方呢 呃在执行 呃我们可以说一下少说一下这个 nestfetch100 上这个nestfetch100呢 我们就可以管它叫做mini-batchJD了 这里面我们可以管它叫做mini-batchJD了 为啥呀 如果是BJD的话 那其实每一次训练的时候 都应该有多少兆数据呢 都应该有五万五千兆数据 在这里面咱们每次去训练的时候 咱们有多少兆数据 100兆数据吧 随时让这个小批量的TU下降 能理解吗 那这个原因就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它去计算这个呃 参数去调整的时候速度可以变得更快 因为5万五千兆数据量太大了 对不对 嗯 好 那这个地方已经算完了 它这个地方干什么是要首先去 呃 减压这个数据 然后接着呢 去开始训练 这是每一次接代的时候出的这个结果 我们的测试集 我们的训练级0.53 0.49 0.58 0.67 有的老师这个地方怎么这个数来回跳啊 怎么一会高一会低啊 这个很正常 这个来回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次去打印训练级的这个准确率的时候 我们就用的是这100条数据 那什么是一直往上涨呢 验证集的这个这个东西是一直往上涨的 我们验证集的东西是一直这个 这次地往上涨的 那当然到这有点下降 0.82完了之后0.74 0.78 但总体上是稳定的往上增长的 就是这个验证集这个地方 是整体的往上增长了 其实是没有你也发现也是也是增长的 那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个结果 最后的这个结果 这个很这很多次 我们就看到最后 最后这个呃 验证集 百分之九一百八四 测试集百分之九一百三五 啊在往上这个 因为九十二 实际上这个地方 咱们最后以什么 作为最终的模型的结果呢 就是测试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的测试集的数据 是你没有在迭代过当中 这个模型见过的数据 所以说以最终的这个 迭代完一千四之后的 测试集的效果为准 测试效果为准 这个就是百分之就是一点三五 就是一点三五 啊如果你想把这个东西 让它学的次数更多 你无非就在这变得更多就可以了 啊这个链 再加一个理由 这其实很疯狂的 学了 学了将近这个 这是多少次 加一个零 那相当于相当于加 让它学见将近20次了 啊 哦 这个 神经长了 嗯 这个同学你要是Gb有的话 能不能有我这速度快的速度 嗯 嗯 能不能有我这速快的速度 嗯 嗯 打印就是不耗时间啊 嗯 打印就耗时间了 对 好 这个跟他添的里面 添的里面 多了 好 那跑着吧 咱们这边对咱们这个代码最后总结 总结一 我们这里面要干净什么呢 是定义算法公式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经网络里面 正向反馈是计算 那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哪儿啊 我说他应该有反应 就是SWBY这几行 实际上是做的是一个正向传播的一个事情 然后第二步 定义这个Loss损失 选定优化器 并指定优化器去优化这个Loss 那实际上在这里面看 是指定哪步呢 实际上是在这地方去定义这个损失函数 然后呢 去选择优化器去优化这个损失 使得损失却小 然后接着迭代的对数据进行训练 那实际上就是开始创建Sension 然后迭代的对数据进行训练 然后第四股在测试机或验证机上 对准确进行评测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对测试机和验证机进行评测 当然你要想去使用Accuracy这个节点 你必须得怎么办呢 你必须得在前面先定义好Q2C是什么 你必须先定义好Q2C是什么 所以这两行是为了去经评估的时候 定义的这个节点逻辑 定义节点逻辑 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就是 这个在哪里面干出这些事情 这些也是我们整个机器学习去训练模型 整个这个流程 他要去干出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代码呢 实际上同学们好好把它理解一下 实际上是从继续跨到射手学习里面 很重要的 跨到tensorflow来做射手学习 很重要的这么一点内容 当然刚刚刚之前跑完了 百分之九十二 如果大家有意义的话 实际上刚才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一点 五三 然后呢 咱们现在训练的轮次更多了 现在变成了百分之九十二点 四三 是不是有所提升了 有所提升 但是提升了 将近百分之一 这个其实也不算少 这个也不算少 那他说这个段子过没过你 如果你的模型 它要干出事情的目的 它只是来训练 零到九的数字的识别 然后如果你未来新的数据 跟你的训练机里面的数据 它的长相基本一致 就什么意思 就是它的 它的这个背景也是这个白色 然后上面也是黑的手写体 也就是数字 如果这个人的写字的风格 跟你的训练机里面的风格 也是很接近的话 那实际上你训练的轮次更多 那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说 它的模型会更准确 所以那实际上 什么时候适合你的轮次特别多呢 还不会过你喝 那就是你的数据量越大 你的数据量越大 你这边的轮次 轮次就可以越多 那这样的话 它也不会导致过你喝 如果你的数据量很小 你的轮次还要很多 那就很容易过你喝 这点很理解吧 你说如果你就是 你说如果你就是 这花十年时间都背一首诗 天天就背一首诗 你十年过于之后 你说话就不会说了 只会说那首诗 能理解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里面